冯小刚宣布手机二开拍,张国立说做人要厚道,这是说给崔永元。 近日崔永元炮轰娱乐圈各路明星的事情持续发酵,估计接下去相关的人士都会得到进一步的调查。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之所以崔永元会这样做,主要就是冯小刚要开拍了手机二,究竟这部系列电影跟崔永元有什么纠葛呢? 据了解,崔永元跟手机二的编剧刘振云交流过,认为手机一里面的剧情在当年给自己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很大的负面影响,希望刘编辑不要编写手机二,要三思而行,刘振云也表示新作视角朋友圈,与崔永元没关的。 然而,不久,冯小刚还是公布了手机二开拍的信息,而且是由格优、张国立等员班人马主演。 之后,张国立转发了冯小刚的信息并配文,做人要厚道。 第二天张国立再次发文,翻出15年前绣照,有人说图一项王小立,那时我们仨都挺嫩的。 废老,好久不见,还是那句话,做人要厚道啊。并且爱特了冯小刚。 两次张国立都提到了做人要厚道,不知道这话是说给说听的呢?大家都清楚,冯小刚跟张国立那可是十几年的铁哥们啊,据悉很久以前,张国立还跟冯小刚回家祭祖,一起跪拜过冯小刚的祖先。 这差不多就是家人级别了啊。 为什么张国立两次提及做人要厚道呢?这话是说给崔永元还是冯小刚听的,那时候崔永元还没有公开曝光他们之间的各种恩怨啊。 如此想来,有部分网友认为,这话应该是讲给冯小刚听的吧。 因为张国立应该比较清楚当年首级一对崔永元造成的影响,如今好兄弟再次开拍,首级二估计会再次伤害,这也算是对冯小刚的提醒吧。 张国立这句做人要厚道,大家觉得会是说给谁听的呢?冯小刚?崔永元?大家怎么看?